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袁冲焕 这上回啊 咱们讲了 袁冲焕取得了宁远大捷 跟努尔哈赤对战 一万对六万 以少胜多 守住了宁远城 把努尔哈赤给逼退了 努尔哈赤这边呢 损兵折将 损失了不少人马 宁远城也没占着什么便宜 当然喽 是在宁远没占着什么便宜 绝华岛那是大胜了 之后呢 努尔哈赤终于撤兵了 撤兵之后啊 袁冲焕 使死士五十人 驻一城而下 下去五十个人 干嘛 打扫战场 这呀 真不白打扫 光这弓箭啊 捡了十余万只 建城上大小学至七十余 你看这城墙吧 这后金军这不是往城墙上凿洞吗 大大小小这窟窿 凿了七十余个 而查消黄库一已进 城里边一查 这弹药库啊 也已经打光了 所以啊 这后金幸亏是撤了 他要不撤呢 袁冲冠这边 红衣打炮都没炮弹了 当然喽 这努尔哈赤那边呢 那顿车他也驶完了 啊 所以呢 真要继续打 还是打不进来 呃 那大伙就问了 你看啊 这努尔哈赤原来那么勇猛啊 在辽东 百战百胜 指哪打哪 明军这边是步步败退 那怎么换了袁冲冠他就能打胜呢 其实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袁冲冠这个战术是专门针对努尔哈赤的 大伙看努尔哈赤工程啊 其实他有个固定的套路 什么呢 努尔哈赤这边的八骑兵 那是以骑兵为主 擅长的是突袭冲锋 拿的这武器呢 都相对轻便 是皮弦木剑 短刀勾枪 拿着这样的轻武器 这部队机动性非常好 但是呢 机动性越好 你这武器啊 威力就小 射程尽威力弱 干嘛 不擅长攻城 呃 所以呢 你看努尔哈赤 打各种城池啊 什么辽阳 沈阳这些 都是先想办法引诱明军出城 啊 你出了城 咱们在平原上躺 而且呢 要先派这个内应 混进城去 等明军出城跟自己交战了 那边里应外合 拿下这城池来 袁冲锋呢 早把他这套路琢磨透了 所以提前就做了针对性的准备 首先 下了严令 坚守不出 坚决不许出城作战 然后呢 在城里严查奸细 最后架射大炮 逼得努尔哈赤 用骑兵对抗这边的奸城 用弓箭对抗这边的大炮 那肯定要吃亏啊 所以袁冲锋总结啊 说辽左之坏 虽人心不顾 一元是有形之险 无以顾人心 辽东为什么大伙都丧失信心 得了恐惊症啊 都害怕金军啊 因为咱们这边 本来有地理人数上的优势 但是呢 老是打不过人家 所以大家的士气低落 那要重振信心怎么办 咱得打胜仗 怎么才能打胜仗呢 我并不立野战 只有平坚成 以用大炮这一招 所以大伙看啊 你今天要去网上查 查这袁冲锋的战术思路 基本上都有这六个字 平坚成 用大炮 这明廷这边啊 还特别把杀伤敌人最多的一门大炮 封为了安边静鲁镇国大将军 那么在后金那边 是怎么评价这场战争的呢 这个满文老党里边这么记录的 说韩为即日中既取沈阳 一日而取辽东 其余所下之城不可生数 就是我们大汗 诺尔哈士 夺下沈阳多长时间 半天 辽阳呢 一天 剩下那大大小小城市 还拿去数不胜数了 为什么现在 集了所有的精锐 我们人数还多 两日拿不下宁元呢 非辽东沈阳之人叫宁元寡而弱 枪炮叫宁元少而顿也 不是因为呢 辽阳沈阳那边兵力不够 不如这个宁元的士兵作战经验丰富 也不是说那边的枪炮武器落后 那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韩自取广宁以来 马步之兵三年未战 咱们前面不是讲吗 袁冲冠 袁冲冠 诺尔哈士 诺尔哈士折腾这内政 折腾了好几年 这兵马呀 三年都没有过战斗了 所以呢 时间长了 懈怠了 主将怠惰 兵无战心 我们这边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 再加上呢 我们这硬件 也不老行 车踢腾牌朽快 气泻无风 还有呢 韩世宁元甚异 我们大韩 没把宁元放在眼里 小小一宁远程 这守将叫什么 袁冲冠 没听说过 所以呢 我们轻敌了 故有此之败 这是天将劳苦于寒也 我们有这失败啊 这是好事 这是上天 降下的磨难 来磨炼 我大韩的意志 我们这杜劫来了 经过这次考验 我们以后还要 卷土重来 涅槃重生 所以呢 你看 这后金这边 说的全是 自己自身的原因 那么这仗后金失败了 他到底被杀伤了多少人呢 这数差距太大了 那王勺里说的 说这一仗后金就死了200人 王多里说的呢 说死了2万人 这差出100倍去 谁说的是真的呢 其实啊 宁远大捷的战略意义 他不在后金到底伤亡了多少人数上 那在哪呢 在下面大家的这些评价上 咱们先看天启皇帝的评价 天启说啊 这一仗 此七八年来绝无 甚为凤将吐气 我们这七八年来 可是被后金给欺负惨了 这回终于能够扬眉吐气 山西道御史高宏图 说啊 经过这一战 我们才知道 从前无不可守之城池 而但无啃守之人 欲赴匕守之心 我们之前为什么老打败仗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固的城池 而是因为我们缺少像袁冲焕这样的 啃守之人和匕守之心 大学士顾炳谦 带领着文武百官 集体上述 这么说 说奴贼自腐顺发难于今 九年 比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 诺尔哈士发兵 蚕食我们的疆土 九年了 这九年以来 他们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 规模大的进攻 就多抢点土地 规模小的进攻 就少抢点土地 反正呢 人家准赢 咱们准数 把什么辽阳 沈阳 广赢 相继实现 我们这边呢 就打不过后金吗 难道我们的强弱实力 如此悬殊吗 哎 经过这一战 饿十余万之强弱 震八九年之鸡腿 四夷共领天位 九赛 贤称妙算 所观恢复大计 是非渺小 袁冲冠自己也说 这一战最关键的 是辽佐之精魂 从此使令 天下之人心 从此使阵 哎 大伙听明白了吧 这一战最大的意义 是增强了大明的信心 鼓舞了军队的士气 这士气那么重要吗 士气太重要了 啊 你看这个士气啊 一个士兵 他要是士气之高 那打仗招招出暴击 啊 这个常玩游戏的朋友们 一定都知道 其实呢 这像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今天心理学 有个名词叫 心理暗示 哎 就这意思 你要是士气高涨 有信心 你遇见一难事 你想吧 这个事啊 虽然难 但是呢 我一定能办成 哎 最后你还就真能办成 你要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 这超出我能力范围了 估计也不行 最后你看就真不行 这叫自我实现的预言 你看咱们今天啊 这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 基本上都关注这个解题思路 啊 教给他怎么写 很少有这关注孩子士气 更多的是打击孩子士气的 啊 天天说你怎么这都不会呢 啊 你看人家老谁叫小谁 啊 你就这样啊 你就等着被社会淘汰了 你老这么说 拼命的打击他的士气 这孩子以后 看见试题就怕 那他还能学好吗 大明当时就是 看见后金军就怕 看见就跑 那还有可能打胜仗吗 经过这宁援大劫 至少是提振了大家的信心 哎 大家知道 我们至少啊 平坚程用大炮 至少我们用这一招 是能打赢后金的 还能以少胜多 所以啊 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 就给朝廷建议 这袁冲焕这样的人 一定得提拔呀 辽佐发难各城 望风崩溃 从敌人在辽佐 开始发病以来 我们一直都是望风奔逃 直到这宁援大邪 八年来 贼使一错 终于错了错 他们的威风 让他们知道 我大明有能人 啊 这都是因为人家道臣 袁冲焕 平日只恩威 有以社制为之也 啊 这袁冲焕啊 都是因为平常 人家下的功夫身 不然和宁援 独武夺门之叛民 内应之奸细乎 啊 你看别的城 这努尔哈什呢 都是里应外合 那怎么哪都有奸细 就宁援城没奸细呢 说明人 袁冲焕 平时工作 做他就扎实 啊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不光是用兵的这一时啊 养兵那千日 也非常重要 这袁冲焕啊 智勇坚权 以忧其之极 要提拔 啊 陈建议啊 一切关外事权 惜以为之 咱们把这个辽东 就交给袁冲焕 让他说了算 而该道员却 则挺重焕 自责以待 哎 袁冲焕提拔了 谁来顶他 这个宁千道呢 让袁冲焕 自己找一个 这个接班人 他认可的人 去干 于是呢 天启很快下旨 说袁冲焕 学书势众 将士邪心 运筹势众 调度有法 满贵等将军呢 汉域孤城 失心奋勇 似此重劳 振兴家月 所以呢 传下御职 说该部 从幽生许 兵部 力部 你们好好琢磨琢磨 该给人家 封个什么官 可不能含了 边关将士的心 于是在天启 六年的三月初九 袁冲焕 升为 幼谦都御史 巡抚辽东 山海等处 哎 这成了 辽东巡抚了 满贵 赵帅教 等等武将 实受总兵 驾 渡渡 同志 这呢 咱们都说的是 大明这边 啊 连封官 带奖赏 那后金那边呢 后金那边郁闷了 说 这是后金自己的记载啊 弟自25岁征伐以来 弟就努尔哈赤 从25岁用兵以来啊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只有宁远这一成 哎 吃了亏了 打不下来 遂怀愤恨而回 回去之后是连日不悦 心里头不痛快啊 说朕用兵以来 未有抗炎行者 从来没有人敢挡我的兵风 这袁崇焕是何许人 乃能耳焉 哎 袁崇焕 他是什么人呢 就敢挡朕的兵风 从这以后 这个叫袁崇焕的中年人 正式的被列为后金的对手啊 那一年啊 袁崇焕 四十二岁 那一年努尔哈赤是六十八岁 这宁远大战呢 是他用兵四十四年以来 遭遇的最大失败